我们今天修佛没有得到这个利益了 什么原因 我没真干了 佛教我没真做 真做肯定是 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 科学家教给我们这个意念 运用意念的能量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要把念头集中 不能分散 那佛在经上有没有叫我们集中啊 有啊 经上叫我们一心不乱 一心不就是集中啊 不能有二心啊 二心就要夹杂了 夹杂就把我们的功力破坏了 一定要学一心专念 你看经上讲的最精彩的句子 智心性要 那个智心就是真臣到极处 致臣嘛 真臣到极处 那臣什么意思 曾国藩先生 在读书笔记里头 给真臣下了个定义 说得好 跟佛讲的一样 什么叫臣 一念不生 那有念头呢 就不是臣了 臣就没有了 没有念头 叫真臣 这个定义下的好啊 这个定义下的好啊 真臣到极处 相信净土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基督世界 相信念佛 决定往生 叫执行 要是爱好 真的喜欢基督世界 真喜欢阿弥陀佛 真想去 这个念头 比什么念头都好啊 世出世间 所有的念头 这敌业了 敌业念头 敌业殊胜了 你说几天能成功呢 真快 弥陀经常告诉我们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所以唱到若七日 宋朝迎寇发世三天 就往生 我们现在三十年也没往生 留在这个世界 什么原因呢 我们的心没有达到他的标准 如果达到他那个标准 他三天能 我三天也能啊 大家都念佛 大家都在学佛 结果 结果完全不一样 总在用心不同 就这么个道理 真的像经上讲的 知性性要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哪有不往生的 而且往生的品位 肯定全是 是包装印度 上三倍往生 经上把这双丝讲这么透彻 把这个道理 讲得这么明白 这是佛菩萨 祖师大德 悲心之际 慈悲到了极处 我们有信 在这一三能日道 啊 难听到 这个云就无比的殊胜了 啊 云是机会 所以是机缘 我们一定把这个云掌握住 紧紧抓住 啊 这个真地 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啊 彭吉清居死说的 无量劫来 稀有难逢的一日 就是今天了 稀有难逢啊 我们真的把它抓住了 这一生 决定不再搞轮回了 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 我们就做佛菩萨 我们就做佛菩萨 感谢观看